大家都一直跟我們說你們真的很吊什麼 可是對我們兩個來說 我覺得 我們沒有很滿意 我覺得沒有60分 為什麼 彩排都打得比較好 我們彩排真的打得比較好 可是不是因為 不是因為後來正式上場失誤 而是我們在打的第一下就發現 我們的額帆沒有我們的鼓聲 對 那分享一下 站上去那種萬人舞台感覺如何 說實在我們也不是正在舞台上 深圳自明舞台 你沒有看我們的現實動態影片 我看到你穿的真的是很美 你穿的很像 什麼叫我穿的真的是很美 所以我平常不美 你那天更美 對 你那天穿的很像什麼希臘女神 什麼之類的 然後手上那個什麼 哇 哇欸 不錯 對對對 他只有在乎那個飾品 他沒有看到女人 對啊 我以為他誇獎我的臉龐 結果他說你那個手上那個飾品 沒有啦 很會聊天 你要分享一下你們就是 在舞台上有什麼趣事啊 還是什麼 欸沒有人去世 欸欸欸 有趣的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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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 不吉利 沒有我覺得其實我們真的 就因為這次的表演 然後我們筹劃很久 然後 包括我們兩個上一次打鼓的時間 是2018 對不對 然後我是2019 就是我們已經超多年沒有碰鼓棒 對 然後也第一次挑戰雙人 因為那時候 在群組的時候 不是大家 原來看 那個經紀人說 就是可以表演才藝 個人才藝 對那時候我也是第一個想要打鼓 然後剛剛以萱也有這個想法 我想說欸 不然我們就一起 而且因為那個小巨蛋舞台很大 我後來發現我們兩個人是對的 不然一個人會很沒有份量感 對 對然後 其實欸你們覺得我們打得好嗎 我欸 還是沒看 根本沒看 對啊 你剛剛印到最深刻是你鼓棒 覺得比較好 好有喔 除非撇除這個之外 你們看我們的限動轉發 看起來很厲害 看起來厲害 看起來應該還不錯 有兩把刷子的感覺 只有兩把 欸 看起來不像社團神發 喔 欸因為這種東西 有時候就是會打起來 就很像社團神發 對 看起來是你們真的是 欸 因為我們是有另外一段老師編排 就不是只是很簡單的打完一首歌 就是我們是有前面的那個亮相 然後跟Solo 然後再接上另外兩首歌 最後用派對動物去收尾 然後會覺得說 喔這個編排是我們自己都蠻喜歡 對啊 因為曲 是我們自己選的 然後前面那一段是老師幫我們編曲的 所以真的是完全為這個表演設計的一首歌 對 然後但其實大家都一直跟我們說你們真的很屌什麼 可是對我們兩個來說 我覺得 我們沒有很滿意 我覺得六六十分 為什麼 為什麼 彩排都打得比較好 我們彩排真的都打得比較好 可是不是因為 不是因為後來正式上場失誤 而是我們在打的第一下就發現 我們的額帆沒有我們的鼓聲 對 對 然後因為那個監聽是你一帶上去你就會聽不到外面的聲音 就跟AirPod一樣 它的那個 降噪 對 就降噪功能啊 對你聽不到所有的聲音都變得很悶很悶這樣 對 然後就有一點在忙打 因為你沒有辦法很確定自己的拍子 對 然後我們兩個是表演完之後才一下就天啊 剛剛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對 就是一直後面把它打掉 對 對 所以 但其實我們當下應該要反應 只是因為我們是第一次公單 但也可能是最後一次 對 因為經驗 不會吧 經驗你懂嗎 要是經驗很豐富 就站起來了 不好意思我的耳板有問題 還是鼓棒我可以大聲一點 一定會這樣 但我們當下就是很抓 想說 他怎麼辦開始了 然後就硬著頭皮把它打完 對 是完全是那個身體記憶 對 但是我後來有看影片 其實撇除第一手之外 我覺得後面兩手還不錯 我覺得第一手是我們還正在驚嚇中 不知道該怎麼辦 還沒進入狀況 對 但是我們第三手的拍子也有點不穩 但是我覺得這個都是要 這個表演呢 如果是給巨蛋的大家看 一般觀眾看大家會覺得是一個很棒的表演 但是如果真的有在打鼓的人 可能就會覺得 拍子可以再穩一點之類的 這兩個人還好 這兩個人就是 就是 就是對於 可能會打鼓的人來看 就會覺得 那可能就是社團懲罰的概念 對 一聽就知道有跑拍什麼什麼 對 不過對於我們兩個人來講 可以在上面 就是表演這個雙人褲 個人是覺得真的很棒的 對 我覺得超感動的 真的超感動的 而且我們昨天彩排完下來 我就已經 超想哭 我已經眼眶都濕了 就真的超虛像 哭了 對是 然後就 跟你講 一表演完下來是真的哭 覺得自己打太難了 白爛 真的很多人就是 啊啊啊啊 怎麼打成這樣 但還是很謝謝就是 當下有給我們鼓勵 還有幫我們打氣的粉絲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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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待って 對 我愛你 對 我愛你 對 出道